本所原警以4月12號凌晨1點 行軍在建國一路跟福德路口 發現一部中機索紅燈 金蘭茶黃青駕駛人身上有酒味 並坦承以朋友在福德二路KTV飲酒 過程中有喝了三瓶酒 當離去的時候朋友因為進行離去 黃遠認為所飲酒不多 所以自行騎車返家 行進入府的時候被我們員警也攔下 在酒車當中因為酒緊張測試一時失敗 經員警依照指示才順利完成 經酒車只違反超國標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遇到當場扣車 黃遠得知艾車江貝庫 指問澳朗 並認為以後不會再酒後駕車 林亞分局表示民眾不認為少數飲酒 心存僥倖 飲酒上座 不僅危害他人 行車安全也可能 處亂其他法令 呼籲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以保證行車安全 發送駕車 到達到日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